在部落領袖以及祈老的帶領下 台東立家部落悲難族人手持禮刀 高呼口號 6號早上在聚會所正式向外宣告 部落傳統領域範圍 立家部落宣告 最東邊到北南西出海口南岸 最西邊到大峽鬼湖東面山下的祭祀石 最南邊到資本西出海口北岸 最北邊則到陸野西河谷 共劃定23356公頃土地為部落傳統領域 部落主席強調 許多的劃定區域與其他部落重疊 希望部落之間能互相包容和平共處 共創雙贏的局勢 傳統領域會重疊是必然的一個現象 那核心的部分我們絕對是 這個是以前就是我們的自力範圍 我們最主要的生活區域跟工作區 這個我們絕對不會退讓 而是模糊地帶 譬如說因為放牧會狩獵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可以跟其他的部落 來做一個協議 立家部落自主宣告傳統領域 而這也是台東縣內第七個 完成傳領宣告程序的部落 主任透過宣告傳統領域 堅守對傳統領域的主權 同時拒絕任何位於部落協商的大型開發 希望政府能尊重部落權益 讓北南族文化能永續的傳承下去 原始新聞文章卡德里班台東北南采摩報導